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来到学校后 小贝又受到了同学们的霸凌 他们一边撕小贝的衣服 一边骂小贝是个没妈的孩子 放学后 小贝一个人来到河边哭泣 小贝非常想念母亲 想念母亲做的饭菜 想念母亲的怀抱 这时过来了一位美女黑衣人 黑衣人拿出一部手机并笑着说 小朋友 有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只要你想母亲呢 你就能用这个和你母亲通话了 说完美女就离开了 小贝很诧异 真的能和母亲说话吗 话音刚落 手机响了 是母亲的声音 小贝高兴坏了 真的是母亲 于是小贝就告诉母亲自己是多么的想念她 可奇怪的是 母亲好像失忆了 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 小贝并不难过 而且决定帮母亲恢复记忆 从这点开始 不管小贝在哪儿 都会有手机和母亲通话 只要可以听到母亲的声音 小贝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小贝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 因为母亲就在身边 就连睡觉 小贝都会抱着手机听母亲讲故事 就在这时 父亲看到了这一幕 父亲心想 这孩子不是疯了吧 第二天放学 小贝向母亲汇报自己今天考了100分 结果没等小贝把话说完 父亲突然冲上来夺过手机 然后给了小贝一巴掌 你给我好好醒醒 你母亲早就死了 这个女人是个骗子 还有这手机是怎么来的 见小贝哭着闹着喊着母亲 父亲一气之下将手机扔进了盒里 小贝尖撞也跟着跳进了盒里 父亲整个人都傻了 万万没想到小贝会为了手机连命都不要了 跳进盒中的小贝最终抓到了手机 不过他已经没有力气在油上按了 画面一转 小贝并没有死 而是被一位大叔救了起来 这时 手机响了 是母亲的声音 母亲告诉小贝 那个大叔是个人贩子 你要找机会逃跑 于此楼时 父亲找了过来 他问大叔有没有见过一位小女孩 大叔表示没有 父亲叹了一口气 只好去别处找了 回屋后 看到小贝拿着手机 大叔以为在报警 于是冲上来抢走了手机 结果手机吸在大叔手上 拿不下来了 大叔很气愤 看我不砸了你 就在大叔挥手朝地板砸去的时候 小贝偷偷走过来 敲晕了大叔 看着破碎的手机 小贝非常心疼 以后还能和母亲通话吗 结果手机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母亲说 不要怕 我已经给你报警了 然后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其实不是你的母亲 我只是存在手机里的虚拟人格而已 我不能再陪你了 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 说完 手机挂了 与此同时 屋外传来了警车声 从这天之后 小贝变得开朗起来 因为他的父亲认识到了错误 重新振作了起来 就在父亲接小贝放选的时候 小贝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和母亲非常像 原来这声音是美女黑衣人发出来的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是黑衣人 你会给小贝什么道具呢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